还没有进入六月份的流行高峰期 台北市卫生局已经提前跟家长SOS 提醒民众注意 因为到四月底 台北市肠病毒门急诊人数 就高达了9500多人 比去年增加六成 也显示社区当中已经有肠病毒轻症 我们在北投区 万华区及大同区 都有验出肠病毒EV71型的轻症 那同时我们今年一月份的时候 在我们内湖区有通报 一名肠病毒重症的小孩 那经检验他是肠病毒Cosaki A10 这个行别 那确诊是肠病毒重症 不过这个小孩目前已经痊愈 就安全地回到家里面 那这些区别里面 他们如果有一些像幼儿园 同一个班级在7日内 有两名或是两名以上的幼童 经医师诊断为肠病毒感染的时候 那应该要做停课措施 目前台北市卫生局 已经针对辖区国小 脚托育机构或是亲子经常出入的公共场所 加强正确洗手卫生教育 同时也对洗手设备 消毒流程跟通报等等措施 办理相关查核 希望有效防堵肠病毒 正确的洗手 就是要遵守这个失措 冲锋擦 五个步骤正确的执行 那同时要记得 我们在不管是吃饭前 如厕之后 看病之后 醒鼻涕之后 或者是我们要抱小孩子之前 都记得要洗手 如果我们大人回家 就是家里有嬰儿的话 我们回家抱小孩 最好建议就是先更换衣服 然后正确洗手之后 再来抱小孩子会比较合适 虽然一般孩童感染强病毒 大约一个礼拜就会痊愈 但卫生局也提醒 五岁以下 幼儿是并发重症的高危险群 如果发现手脚无力 嗜碎 持续性呕吐 呼吸急促等等症状 就要赶紧就医 掌握黄金治疗期 以免病情恶化 记者顾灿泳 请不吝点赞